文美集团美国声学直通车是洛杉矶华人咨询网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北美首档大型的网络直播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还有声学的建议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无论您是学生还是家长有任何美国声学教育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美国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在美国的洛杉矶纽纽约芝加哥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为华人提供教育服务 他们的主要服务内容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可以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还有课后的补习 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就是他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都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是很多的家长在给孩子们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此外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义工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和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升学网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来查看我们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进行互动的话 也请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印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万博士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么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文美专家谭生学 刚才万博士已经说到了 我们今天是要请万博士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 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份榜单 以及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排名的这个造假的这个风波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有请万博士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分请导播呢 给我们切换一下这个画面 我再跟大家 首先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榜单 那么首先的话呢 大家看到这是2023年的全美综合大学排名 全美综合大学排名的话呢 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US News 当然知道陆陆陆续续从4月份到现在各个杂志 各个机构都在陆续出各种各样的榜单 但是从赴美读书或者说在美国的华人家长 心目中权威性最强的永远都是这个叫美国新闻 US News美国新闻杂志的这个榜单 那么这个榜单的话呢 是这个应该来说应该说是在很多华人心目当中里面的位置 对 非常重 非常重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咱们首先看看 第一个学校的话呢 是这个普林 这个sorry 这个第一个学校的话呢 叫这个普林斯顿大学 是吧 普林斯顿大学 然后是第二名是麻省理工大学 这分别在纽州和这个麻州 第二第三名是哈佛麻州 第三名还是他并列的啊 斯坦福进了前三是耶鲁 芝加哥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七 你看其实这个所谓的他这种排序 所谓的你说他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变成第七了 是因为前面都有并列的 如果按照实际的顺序 我觉得芝加哥第四约翰霍普金斯可以当第五 对不对 那么如果咱们要非这么较真的去这个排的话 但是他这个并列的话呢一般就是要那个什么 在下边的话呢 杜克大学第十名 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学校 西北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布朗大学 莱斯大学 华盛顿圣路易斯 15 所以因为前十的变动比较大 华盛顿圣路易斯的排名 康奈尔的排名 是吧 在哥伦比亚大学 刚才斯蒂文说 哎呀 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不提供数据了 怎么他还在榜单里啊 那这个就是 这个US News也表明了一个态度 是吧 就是说我在评选大学的时候 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 我没有和任何的这个大学 进行任何的勾兑和合作 是吧 那当然如果大学给我们提供他们一些 我们找不到的内部数据 那我们非常开心 那么我们也会采纳进来 但是你如果没有 那你毕竟这是一个大学在存在着 它在纽约的曼哈顿存在着 是吧 那当然了 我知道的数据少 那么或者说是有限 那么我对你的评估 当然就不全面 对不对 所以我是来评估的 不管你给不给我数据 我都评估你 所以这个 所以即便是哥伦比亚大学 停止了向这个US News 给提供数据 那他依然在这里 那当然 哥伦比亚大学真真正正的成为了 这个在巴索藤校里边 目前排名最低的了 但是大家怎么看待这个排名 难道哥伦比亚大学就是18名吗 难道哥伦比亚大学就 真的就比不上圣路易斯 还是南加大好 还是UCLA好呢 那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他的申请难度还是前五名 他的申请难度前五名 大家不要把这份榜单简单的理解为 他的排名上升一位 他的申请难度就上升1% 他的排名下降一位 这个申请难度就降低1% 这咱们不是在这做数学题 所以这个榜单的话 你要认为说哥伦比亚大学和南加大 或UCLA是一个级别的竞争激烈程度 那我告诉你 那你就错了 哥伦比亚大学每年招个五六千人 UCLA每年招一万五千人 所以你说这个录取率差别有多大 三倍 三倍的差别 更何况 那么这个UCLA也好 南加大也好 这些学校的申请人数 也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多 因为很多人没有勇气去申请腾校这个级别的学校 所以这个就是说 在面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 咱们还是要综合的分析 当然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光彩 对于US News来说 也不光彩 而且其实这样的事情 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2012年的时候 Emory 还有就是2017年的时候 也是在费城 有个叫Temple University 天普大学 也出现过类似的这些数据造假的情况 那么那这些呢 咱们从外人的角度直接很赤裸裸的就说这是造假 但是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说 可能说是哦 那么我们在统计的时候分数统计的不标准 是吧 那比如说2012年的Emory Emory现在排名22名 那么他当年就公开承认 说我们在统计我们录取了的学生的标划考试分数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虚高了啊 四舍五入了啊 是吧 所以导致了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排名是怎么来的呀 是吧 就是我越清高 我竞争越激烈 是吧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几个很重要的率 录取率越低啊 说明他越难啊 入学率越高 入学率越高啊 越说明什么 越说明他受欢迎啊 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包括啊 还有一些伪造的一些信息 也不能叫伪造吧 你说我们统计的也不准呢 比如说毕业生的这个找工作的情况啊 毕业生的起薪是多少 那这些我们只能通过校友去做一些调查问卷呢 他不具够不具备特别大的这个统计的准确性啊 是吧 那你你到底说我是算造假呢 我还是信息不准确呢 是吧 那有些就不太好说 那么所以之前就在9月份的时候 咱们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普林斯顿review 这个培训机构 他名下30万学员的一个心目中的大学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同视角的问题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一堆啊 搞杂志的 搞新闻的人啊 去调查去采访啊 家长社会企业啊 这几个方面的维度来起出的一个榜单 那么 普林斯顿review 他的这个榜单呢 更多的是从学生啊 从这个家长啊 从学员啊 从这个角度的心态上来进行的一个评比啊 所以不同的视角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很好的学校 纽约大学25名 这是史上最好啊 纽约大学最近几年的排名一直在上升 从30出头到现在的去年的28 今年的25啊 那当然都是有很大的变化 南加里弗尼亚大学南加大有所下降 是吧 那25名呢 UCLA有所上升 佛罗里达大学 北卡教堂山 维克森林 TUFS 这些私立学校呢 大家选的时候呢 你要看看他的招生人数啊 相对招生人数比较少一点 那么加州的几个学校都在这里了 是吧 并排的 Santa Barbara 尔湾 圣地亚哥 波士顿学院 罗切斯特 德州 奥斯丁 威斯康辛 麦迪逊进了前40啊 波士顿大学一直在4041这个样子啊 UIUC也是目前 华人申请竞争最激烈的两个学校之一 为什么两个学校之一呢 一个是UIUC香槟 另外一个跑哪去了 在这呢 东北大学 荣英 华人最喜欢的两个学校第一名和第二名 为什么 尤其是东北大学 我的学生跟我反映 东北大学在学生的就业指导方面做的非常非常的棒 很多是在这个还没有毕业阶段啊 就已经找到了很好的一些实习的机会啊 也就是说东北大学是非常注重这种实践啊 这个深挖这个这个毕业生薪水 毕业就业这一块的这么一个学校啊 我觉得东北大学在琢磨这个大学排名这方面 我觉得一方面是琢磨这个 另一方面也真的是对学生好啊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东北大学从最早的这个七八十名 我十年前入行的时候 它是七八十名的大学 到后来慢慢接近50 到现在稳坐前50啊 应该说是做的越来越好 那么普渡大学啊 也是从六七十名的大学 现在慢慢上升到50名左右的一个大学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在州立大学里边 佛罗里达州立的排名是最高的 啊啊啊 sorry 还有一个俄亥俄州立啊 这两个是最高的啊 那么呃还有像迈阿密大学 华盛顿乔治华盛顿雪城 是不是匹兹堡 佛吉尼亚理工这都是呃这个华人比较 擅长喜欢申请的学校啊 那么东西海岸的一些呃学校啊 那么呃南卫理工会这是在德州的学校也非常的棒 尼歇根州立啊这是也非常棒 纽约州立大学啊这几个啊这呃 呃爱荷华啊这都是华人学生 这华人留学生比较多的一个学校啊 大规模的招了很多华人留学生 那么呃呃 特拉华大学啊总统毕业的学校 对吧啊总统毕业的学校 总统拜登啊毕业的学校啊 恩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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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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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uh 和大家分享 OK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榜单的话 导播可以停止共享了 谢谢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份榜单的话 其实的话 我刚才大概提到了一点 尤其是现在12年级的学生 正在进入这个择校的季节 对 在这个择校非常关键的环节 那么有些家长在择校的时候 真的是当然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这个是29那个是31是怎么样 这个还是那句话 美国一共3000多所大学 在前100的这些学校里边 基本上规模都是在上万人以上的大校 基本上规模在两三万人左右 如果要加上研究生 加上博士生等其他的这些 相关人员的话 所以肯定都是已经是非常棒的学校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择校的时候 我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另外一个榜单 还有其他的榜单 有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 有单独的某一个国家的榜单 有单独某一个专业的榜单 往往大家只关注了综合性的一个榜单 那么其实你可以交叉的看很多学校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学校叫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很多人容易说华大这个是不是和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这圣路易斯中部的一个学校 他很容易就把这两个给毁销掉 其实都叫华盛顿 但是是两个不同的学校 那我说的就是在西雅图的这个学校 那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学校 刚才看咱们看他的这个榜单的话 是55名 但是我告诉你 他在QS这个泰晤士报等几个榜单里边 他的排名 世界大学排名又非常高 甚至排到了前20 那这种情况 你就说哎呀那到底好不好啊 是不是 所以能进到美国前50名的大学都非常棒 不要简单的 只是用一个排名来决定孩子去哪个大学读书 你要还是要考虑他的地理位置 考虑他的周围的服务 考虑到他的这个就业 考虑到孩子自己的一些专业上的一些偏好 这些都有影响其实每一个大学我经常给我的家长能做比喻 其实每个大学其实就是一间公司 那么这个大学开始的每一个专业就跟他的每一个产品一样 那这每一个专业他400个专业那这是他的400个产品 他总有这个卖的好的也总有卖的一般的 甚至有卖不出去的卖的比较差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当你把它变成一个产品来对比的时候 那么你会比较他各个方面的数据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也是建议我们的这些学生家长在看待这个榜单的时候 那么应该是要多方面交叉的来看待 而不要仅仅是片面的看他所谓的排名 当然排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个排名出来了之后大部分学校其实从我的视角来 它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变动稍微有点大之外 其他的学校基本上它的每年的幅度都在5名之内 基本上都在5名之内进行浮动 所以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反而我建议就是说你在择校的时间段上的选择 你应该是要提前进行深入的对每个学校进入深入的了解 刚才提到了加州两个非常贵的学校 一个是南加大 一个叫Piperdine Piperdine的话今年后退了5名 原来是50名 现在变成55名了 Piperdine University 它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怎么这么贵 要不是新闻说有一个最贵的学校是吧 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校的存在 而且这个名字从华人的角度上来说有点难念 Piperdine 派博戴因大学 挺绕口的 那它是怎么回事 它怎么要这么贵的学费 那我告诉你 首先它地价贵 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在马里布 那这个地就很贵 然后它这个地为什么贵呢 海景房 人家你住的是海景房 人家叫海景学校 是吧 它是在这个一号公路上面一点 是吧 这个半山坡上一大片草坪 那下面就是海 是不是 无敌海景 无敌海景 你是海景房 人是海景学校 是吧 所以这个地很贵 当然了 它也是小而经的一个私立的一个学校 而且它为什么贵 大家知道商学院一般都比较贵的 那这个学校最大的特色 就是文科和商科这方面是它的特色 它这个学校相对规模是小一点的 不到一万人的规模 那么它的理工类的项目 相对会弱一点 那弱一点它怎么办呢 它和南加大有一个Engineering School的合作 那么它先去派波段音学两年 两年之后在南加大完成剩下两年的这么一个课程 所以这个学校也是挺有特色的 我去过一次 真的是太美了 我看你从教室出来 去另外一个教室 你就能看看太平洋 是吧 所以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真的是无敌海景的这个校园 非常赏心悦目 据我所知也有国内的几个一线的一些大老的孩子在这里读商学院 也有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除此之外的话 我看看还有什么我给大家推荐不错的学校 像刚才说了几个不错的学校 还有像另外一个学校我觉得也很不错 而且录取率相对比较高 当然他在中部地区在 还有俄亚俄州 那就是Kiss-Weston 泰西西楚大学 这个也是名字有点难念 容易被家长忽略的 家长总喜欢那什么波士顿 纽约 华盛顿 洛杉矶 是吧 旧金山 是吧 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好 是吧 那 这个学校的话 也是 在中部地区 是传统的一个理工类的一个强校 这个学校 我觉得如果是孩子们喜欢这种 比较好的学术氛围 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华盛顿 St. Louis 那就是在一个汤里边 然后就是这个汤就是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汤的感觉 是吧 应该来说 这些学校 我都是比较喜欢的 刚才比如说还有刚才提到的 普渡 普渡 普渡希拉法叶校区 那这个学校是谁的母校 是两担之父邓稼先 两担之父邓稼先 中国的两担之父邓稼先 就从这个学校的物理专业 毕业的 是吧 所以这个在印第安纳州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些学校 那当然像商科比较强的一些学校 那当然它是对两方面的商业的氛围的影响就比较大 所以它更多的 其实更在东西海岸的就比较多 那当然就是东西海岸这个大城市 波士顿周围的几个学校 纽约周围几个学校 洛杉矶几个学校 旧金山是不是这几个学校 基本上包括南部的亚特兰大的 埃莫瑞佛罗里达是吧 东西海岸有港口有这个交通更加便利的这几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商科院校比较好的几个学校了 是吧 那么当然有几个学校可能也是非常棒的中部的 比如说也是刚才华人受欢迎的 我刚才提到了UIUC是吧 UIUC 那还有像密歇根安纳堡 密歇根 密歇根是个这是用周命名的 密歇根安纳堡 是不是这个也是排名各方面非常棒的 包括计算机 很多华人孩子男生喜欢读计算机 塔利基梅隆那是谁一样的存在是吧 排名第一是不是对吧 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么别的其他的藤校我就不再过多的介绍 基本上这些学校呢 每一个学校都有很多的中文的内容 因为甚至这里边大部分学校在中国都设有招生办公室 所以这个应该来说现在的整个招生在大学 这个宣讲方面宣传方面应该做的都是非常好非常到位的 好的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个万博士跟我们的分享 每一次这个榜单出来 万博士都会专门找节目 找一些节目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就是为了带大家 这个更正确的认知这样的一份排名 以及呢在这个排名当中 我们应该可以读到的一些信息 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直接咨询万博士 也可以来直接咨询文美集团 他们也是美国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在美国的洛杉矶纽纽约还有芝加哥 他们一共是有12个城市 都设有服务中心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那么文美主要提供的服务内容呢 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可以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补习 同时文美集团呢 最富盛名的就是他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 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他们都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都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我相信这是很多的家长 在给孩子们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了 此外呢 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 义工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和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关注 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升学网 及时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也可以在YouTube 直接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网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还是想直接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8-789-0942 我们下词 hason了